下列ABC這三種平衡在燒杯裡面的有哪些 那我們看這是一個動態平衡 動態平衡我們講過一般都要在密閉的容器裡面才會 不過要看他的狀況 那我們看一下現在是有飽和的硝酸甲 那這邊有硝酸甲的固體沉澱 那我們看這個燒杯他沒有把它蓋住 所以我看第一個來這個硝酸甲是在水裡面解離的嘛 所以你看硝酸甲他會變成甲離子跟硝酸跟離子 而且他也會反過來 所以這個是存在這個燒杯裡面的 而且他呈現一個動態平衡 那第二個呢水會解離成氫離子跟氫氧跟離子 這個在這邊因為有水 那水也沒有跑掉 所以他這個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第三個來看一下 我們的水跟水蒸氣 因為你沒有蓋子蓋起來 所以水蒸氣不斷的跑掉 所以你可以發現應該是正反應比較快 那如果有蓋起來的話才會有逆反應嘛 所以他這個是沒有加蓋的 所以這個C呢他是沒有呈現動態平衡 所以這邊有動態平衡存在的應該只有選A跟B